至於那個婚宴 你們其實都知道 那天應該是 11月底還是12月初 那天是一單獎頒獎典禮 我記得很清楚 因為我一般不去別人的婚宴 那天是一單獎頒獎典禮 之前我用了十分鐘左右 去進去 和這位都是社區的人士 都有支持政府工作的人士 她不知嫁女還是娶媳婦了 因為我都不太懂 只是公賀了 這樣是不是很違反 對於官員的要求呢 都希望大家要公道 如果再去找回 今天我知道大家都很想到處去找 你找到了 你12月又吃過飯 關鍵的日子是12月30日 才出現了本地的Omicron的個案 令到我們突然間 由一個已經很放鬆的環境 又要收緊 也都是為何我們下藥要下得那麼重 就是希望能第一時間 有壓制她下來 原來七婆都會有朋友請她去喝的 她說停留了十分鐘 但是又坐下又開這個視像會議 有沒有吃東西我就不知道了 她們那些輕鞠過功 說聲恭喜發財 跟著就轉頭走 大家好 南華早報在今早就刊登了一封來信 信的下款就是一個住在半山 叫楊立滿的人 和前文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楊立滿同名 楊山在做發展局常任秘書的時候 和當時還是發展局局長的妹仔北和 她們會透過內部電郵 就一些政策而互相開戰 果然是文化人 先說一封信 一開始就幫熊維文的生日會 互航 那些我們這一兩天都已經聽到夠了 要聽都聽昨天 殘刺神醫朱醫生的精彩演出 連結在右上方 現在就像擠牙膏一樣 天天爆點爆點出來 希望楊山和其他知情人士 可以爆多點了 讓我們這些普通市民 可以吃下花生 不是 了解多點時事才對 沒辦法 我看完份報紙 她又沒什麼說 七婆她又回應了 她幫高官找藉口 我沒理由又幫她說一次 幫她宣傳 她們說的藉口和謊話 小學生都說不出口了 對不對 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看字頂留言 我拍片就不太喜歡摔波鐘 但又沒理由拍到一半 之後又不出這條片 不好意思 麻煩觀眾踴躍留言 一有新消息再跟大家報導 多謝大家避免 喜歡還是要分享 是這樣 再見